如果要说台湾的核电厂不安全 其中的一个论述就是有关这些核电厂都盖在断层带上 可以看到这个核一厂就在金山断层 而核二厂就在砍角断层 至于这边供聊的核四厂是在新电断层的这个叫做文子坑断层 那么不止如此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出炉 就是说经过他们的地质钻探 正是穿越台北盘地的山脚断层 长度也延伸到东北角外海40公里 那么估计总长至少达到120公里 那么一旦这个断层有错动的话 最糟的状况可能会引发规模7.8的强震 等你来看 311日本强震导致福岛核电厂辐射外泄 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发生 根据调查台电的核一核二厂就位在断层上 现在更发现断层长度比原先预估的还要在多上一倍 120公里的断层一起搓动的话 它释放的能量可能就有超过1000颗 如果说连海外的这个断层也搓动 它可能引发海啸 那当然在北部海岸的这些尤其基隆 这些港湾地形的这个区域 可能会受到海啸的一个威胁 教授口中的这条山脚断层 就从台北盆地延伸到东北角外海海底40公里 估计总长可能达到120公里 这条状况一旦整条断层错动 恐怕最大会造成规模7.8强震 到时整个台北市新北市恐怕都会沦陷 对此台电澄清和一核二厂厂房管线 耐震系数绝对可以忍受规模7以上的强震 到时断然处置措施还要再加强 所谓断然处置就是说我们在最坏的情况之下 我们仍然让水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注入反应炉 然后让核燃料能保持在淹水的状态 不知发生像福岛这个事件 台电挂宝证认为不管是地震还是海啸 都不会对核电厂造成任何影响 不过反应措施没有立刻加强 恐怕造成的后果还是难以预料